因为疫情三年 我之前也是从事出境旅游业务的 那么在这三年当中的话呢 转岗到了国内业务 所以说在三年之后 当我们文旅部正式发布 试点恢复出境团队旅游之后的话 我们的2月6日 泰国普吉岛首发团也正式即将启程 大家感谢 也都是非常的激动和高兴的 有这么多游客 在一个晚上就把我们首发团预定了 这也是对我们坚持的最大的鼓励 所以我说我非常感谢游客 除了感谢感动之外呢 我还有一点跟大家一样的兴奋和期待 因为我这一次也是作为一名游客 我也付了费用 我也要去付几早 疫情以前经常接班出省油 出国油 但是由于疫情的感性 我们已经是很好像已经三四年没出去了 所以这次听说那个春节有首发团 我们就第一个第一时间就报名 应该说这个行程它给我最大的一个吸引力 我当时是看了 我看到它有一个行程 就是它会有一个微旅行 因为它那个微旅行的主要的内容 它是通过对当地一个接证的一个 就是大家的漫步 然后了解 深刻地了解当地的 在泰国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文化 我很感兴趣这个 目前手上工作其实是比较忙的 但是其实还是今年有计划 想要在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 选一个海外目的地再出去走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